Hello,大家好,我是蘑菇,我是堅果 然后今天这支视频是一个前段时间H&M出的合作款的一系列东西 然后我们想想设法买到了一些衣服 然后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然后我可以给大家试穿,让大家看一下 但是其实这些衣服女款还蛮少的 我觉得男款比较多 对,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合作款的实体到底什么样子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评论 然后记得关注我们哟 弹幕投币 好吧,开始吧 实际上是它这个大袋子,超级大 整个屏幕飞了 对对对,满满一袋子 但是真好看的我觉得 对,它就是这种花花的 然后这个牌子它其实就是以它的这种花卉的印花为主称的 其实我觉得,而闻名于世 对对对 诗名侠儿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牌子其实在H&M的出的这些合作款里不算是火的 因为这个牌子其实挺小众的 是个英国的牌子 这叫什么 但是它的账品其实是要比之前出国的什么Alexandre One Kenzel要贵很多很多 对,这个他们家的正常的裙子都是上万的 但是Kenzel什么的也就是两三千就能买到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合作款还是很值得去一抢 然后呢,首先我先说我的东西吧 先是这个,这是一个T恤,就是他们家印花的 但是它很便宜 这是棉的 这是棉的 这个是249 我觉得这个就很便宜啊 就是一个印花的 然后,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女款的 我觉得这男款的超级好看 哦,这也好看 我想把这个切了我自己穿 你看这个颜色 真好看,拿那要什么花啊给你们穿 这个颜色就超级好看 就是这种深绿色,然后配这种小花 这什么花啊?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你就当那种oversense的 然后插的那种紧身留在短裤里穿 这300块钱299 我觉得这款交比这款好看很多 嗯,这个样 切换器 然后呢,然后是一个这个马海毛的毛衣 这会不会掉毛毛啊 还可以呗 但是这个是刘文铜款 就我到时候会把刘文穿的那个照片贴到这里面 这个就 它这真的很软 很软,然后很有弹性 而且就是感觉萱萱的 嗯,我感觉这个蛮好看的 看它掉毛这点我真的 它马海毛的都这样 就是这样 那种虚焦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配色也很好 是用棗红色,然后配这种姜黄色 然后配这种姜黄色 然后呢 外套我都留着最后手吧 先说这个里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你这一条看的 对啊 这哪个人呢 这个是男款的 但是这个是小号 应该我也可以穿 这是599 你这马海毛多少钱 然后 马海毛是999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贵了 对 但它是马海毛嘛 是马海毛吗 马海毛什么的,海马毛 马海毛 马海毛不是海马 这叫mohair plant mohair plant mohair plant 这是一个茂山的衣 这个可爱 这个颜色完全很好 这点像那种Doschigvana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风格有点是那种 因为它是黑色的 黑色,然后上面 它的就是 这个料子也还可以 然后这有一个那个插的兜 然后这都是前面就是花圆帆的感觉 它里面还有一点点小的 就是那种绒的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 就可以在北京代替毛衣穿它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不喜欢的 这个我可能要转卖一点 这个是nothing 但是它超级厚 这是一个男款 然后就只有一个倒着的logo 这个我完全 这多少钱了 不喜欢 599 首先 根本就没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这个牌子好吗 你写的它有什么意思 然后这就是 这个花好看 这个兜子里的东西 但它其实他们家出了好多裙子 然后包括真色都蛮好看 但是我这个人是不太适合 就是穿那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去买那个款 这大兜子里的东西 然后下面呢是两件大衣 其实我最喜欢是这男款大衣 假如这个有最小号我很想买 这款是我 这好沉啊 这些东西里我认为最值得最值得买的 就是这一件 这多少钱 2990 嗯 就是3000块钱 但它是一件就是 纯羊毛的大衣 然后它也有这种 二渣 对 它不是羊绒的呀 是羊毛的 然后它也有这个 纯羊毛这个标志 对 然后它非常适合 就是在冬天过冬穿 哎 我要打开给你展示一下 为什么它里面有玄机 对 哇 它里面还有这个小绵羊的羊毛 嗯 嗯 但它只有后背这块有 对 就是它上面肩膀这个地方是有加棉的 这样有一个加棉的马甲 然后 这能拆吗不能 可以的 然后这个到春天你在穿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一就是加棉的马甲 和这个小绵羊都拆掉 然后你就只穿外面的那个外套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 然后是这种做了肩章的这种款 然后是个双排扣的 对 对 是 是一种双排扣的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 我就坐着说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后边有一个这样的叉 然后但这个它这个叉不是完全开的 它里面做了一个折 就是设计的啊做工啊 都我觉得2900还算直吧 就不光是为它的牌子花了钱 然后是我的 我的这件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就没有刚才男款的 它这个很有你的那种感觉 对 这件是一个羊毛浑紫的 然后整体就轻了很多 然后它也没有那一单 但是它的款式我很喜欢 是一个oversize的 然后这个是谁 谁同款 就长得还挺可爱的 没关系 我会把一张照片放在这里的 然后跟它是同款的 然后它就也搭配了一个那种灰的卫衣去穿它 因为这个我已经在穿了 这1790块钱 这个比那个便宜 就确实要便宜很多 然后它在里边的就是内衬的暗花做的也是他们家的这个花花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有什么意义 但我还挺喜欢这件里面是有这个黄色挑挑的 就像他们家的 就皮手就那种感觉吧 然后但是这个呢 就我觉得就稍微普通一点 但是它的有设计感的一点是 你看它上面全都是这样竖条的 但到最下边就变成斜条的 然后还有好多小扣子 对然后它的下摆也是这么设计的 就是上边都是竖条的方的 然后到下面就把它斜过来 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在这个什么Erdan抢到的所有的衣服了 然后因为这次因为这次它因为这个牌子可能没有特别有名 因为北京之前都大概有三四家店会卖这种合作款 然后今年就只有两家店在买 所以就是抢的当天特别特别特别难抢 然后官网上也基本上就秒没 但是我觉得很多黄牛可能就失策了 因为大家都并不知道这个牌子 所以这次就还挺好抢的 就是不是挺好抢 就是抢 是抢不到 但是转卖的要很便宜 像去年什么Kenzel Axandra玩的都是翻倍在黄牛在买 但这个可能差不多每件 你在淘宝上或在闲鱼上卖 大概加个200到30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假如你喜欢这个款的话 我觉得尤其像大一这些东西 加个两三百块钱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还可以 行呗 好呗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推荐 然后给我们弹幕评论 然后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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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